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目前全美国掀起了一股老师为了争取加薪的罢工潮 湾区欧克兰的老师也要无限期罢工了 欧克兰教师工会为了向学区争取加薪和学区周旋了一年 还是没有结果 3000名教师决定走上街头抗议 教师工会说有高达9成5的教师工会会员赞成罢工 因为欧克兰教师的薪水比湾区其他地区的教师平均薪水都低 湾区的生活费和租金全美最高 在欧克兰任教的老师连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都无法应付 老师们已经忍无可忍 要求学区在未来三年内必须为老师加薪12% 同时缩小班级人数 但是学区以学生人数不断减少 州政府给学区的经费也跟着一直减少 学区没有办法为老师大幅加薪的理由 回应工会最多只能在未来五年内为老师加薪5% 双方一直无法达成共识 欧克兰市长Libyshoff一面呼吁双方继续谈判 一面着手应变老师罢工事件 他要求所有社区中心和图书馆 必须在老师罢工期间为学区的37,000名学生全面开放 欧克兰学区也正在寻找紧急代课老师 不排除由行政人员代课 同时也考虑合并班级更改上课时间 因应老师大罢工运动 新闻继续聚焦矽谷 矽谷的科技公司员工可以在公司吃饭 健身洗澡洗衣服 现在连生病都可以直接在公司看医生 有一家医疗中心名叫Crossover Health 在湾区的10家公司内开设医疗诊所 包括苹果、Facebook都有Crossover注点 Facebook Menlo Park有8成以上的员工 都在Crossover的现场诊所接受基础医疗 Crossover提供体检、流感疫苗、配眼镜等服务 科技园区内的员工还可以免费搭乘Lift 就近到公司注点的Crossover诊所就诊 账单、检查结果等医疗信息 全部可以在网路上完成 Crossover创立在2010年 创办人是一名医生 他为湾区科技公司提供客制化的医疗服务 以创新省钱的方式 满足科技公司的需求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